2月12日是所有华人都会庆祝的农历年 千里返乡团聚 杀猪宰牛丰富的年夜饭 欢乐气氛遍布各地 孩子放鞭炮领红包其乐融融 华人在家乡还保留了千年不变的传统 挂上红帘在门上及门边两处 相传是辟邪除灾 这个祈祖有点像现在的犹太人 庆祝月节的由来 因为在公元前1420年的时候 当时在埃及法老王严厉而残酷的统治之下 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过着生不如死 奴隶般的生活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祈求上帝的救赎 结果上帝应允了以色列人 而拣选了讲话的口齿不清的 80多岁的老人摩西 来与法老王谈判 促使所有在水生活中的以色列人 能够平安地离开埃及 当然法老王就拒绝了 因为当时所有的劳动苦力 都得仰赖以色列人 在上帝施行种种灾难之后 最后一个埃及的大劫难 就是灭命天使由天而降 经过全国 只要任何一家当天没有宰杀公羔羊 并且用牛西扫 沾着羊血涂抹在门上 及门的两边那一家 长子必定死亡 最后法老王终于允许摩西 带着300万左右的以色列人 包括妇孺 平安地离开埃及 所以现在犹太人 仍然每一年都会将逾越节 当作五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当天他们会吃传统的食物 无酵饼苦菜及羊腿肉骨 事实上耶稣 其实他就是被宰杀献祭 钉在木头上 留下宝血 为我们四人献给天父的挽回祭物 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 就按照天父的命令 每一家只能宰杀一只公羊 无论人多人少 吃不完呢 还必须要与邻居万人共享 不能浪费 因为一只 只有一只 而且必须是公羊 宰杀之后 还要将羔羊的血涂在木门上 而耶稣被定死在施架上 恰好是一月节的黄昏 那前一天 他与十二个门徒 共进晚餐的时候 却没有羊肉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本身 就是那独一无二的羔羊 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也写到 耶稣说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朋友 信他的人 必得永生 这是我经常提到 世界上唯一最有价值 而且是免费的 无价的保险 世界上的保险 必须要用金钱才能获得 而且每一家公司提供的保障内容 也许不一样 而耶稣对世界上人的爱 是永远不改变 永远是一样的 不认识富人穷人 罪人义人 他的爱永远是一样 也不会改变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认识富人